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以为然 这句话也适用于如今的恋爱男女 一个男人若是爱你 便会对你的行为观察细微 不错过关于你的任何信息 这是在乎你的表现 更是对女人缺乏安全感的保障 不过中年女人表达爱意的方式 显然要比年轻女人更加含蓄 就好比我们时常看到的 如果中年女人需要你 她会让你猜自己的想法 这既是对男人心思细腻的考验 也是女人向你发出的 恃爱暗号 因此 男人记得要关注女人生活中的 这些小细节 说明他们需要你 错不了 一 和你深夜交谈很晚 深夜是一个人情感泛滥的时候 若是女人习惯性的 在这时和你交谈 那么你一定不要敷衍了事 因为此刻的对话更显得情真意切 作为女人 在白天会面对工作和学习 所以她们会戴着面具和世界相处 只有在晚上 女人才会卸下伪装 做最真实的自己 此时的她们是脆弱的 因此 当一个中年女人在深夜找你聊天 一定是想得到你的安慰和温暖 毕竟这个世界充满虚伪 难得在一个人面前展现自己的真实 这说明 你在女人心中是值得信任的 她需要你来收回这份真实 有人说 爱一个人 明明知道她的不好 却丝毫不会在意 明明知道比她好的还有很多 却只会倾心于她 深以为然 爱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一旦认定 便会爱到迷失自己 中年女人之所以不直接表明心意 不过是害怕拒绝 她只想得到你的关心 从而珍惜对你的爱 这便是爱情 男人遇到 一定要珍惜 二 对你的观点 总是肯定 你觉得 每次当你表达自己的观点时 谁会毫不犹豫地 对你进行肯定呢 现而易见 一定是爱你的人才会如此 因此 不要对肯定你的人 吝啬你的爱 没有谁会平白无故地 对你赏心 如果有 那么一定是对方 希望得到你的关注 有人说 可能你哪个瞬间 不经意的一个笑 就成为了某个人的 全世界 既然 爱总是来得这么突然 只不过有人觉得 对方是自己的全世界 而有的人却以为 只是偶然 在感情这件事上 男人的反应 确实要比女人慢 因为男人习惯 用理性思维 对待每一件事情 总是会思考 对方这么做 是不是因为我优秀 而不会认为 对方认可我 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男人 明明有很多脱单的机会 最后却还是单身的原因 所以 若是一个中年女人 总是在各种场合 对你的观点表示认可 那么 不要怀疑 他需要你 也爱你 三 分享他一切的事情 生而为人 我们要经历生活的 各种悲喜 面对意外 我们悲伤的情绪 总是会随之而出 但是作为成年人 我们似乎习惯了 掩饰自己的悲伤 而在他人面前 总是以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出现 因此 他人以为我们过得快乐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这一切都是伪装 快乐的面具下 掩盖了一颗被伤透的心 有人说 碎碎念念 要讲给有回应的人听 在有爱情存在的关系中 这句话 很是适用 所以当一个中年女人 不论悲喜 将有关自己的一切 都和你分享时 你一定要明白 他把你当作了自己 最亲密的人 因为真实的模样 往往只会给 自己爱的人看 女人分享自己的一切给你 不过是想让你 走进她的生活 让你对她有所了解 而这 必然会成为你们 相爱的开始 男人 别错过缘分 四 主动约你见面 在大众的认知中 关于谈恋爱 似乎男人 应该是主动的一方 但是若是深爱 又怎么会在乎 谁先主动呢 尤其是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她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早已没有小女生 对待爱情的那份轰轰烈烈 而是会爱得 小心翼翼 不愿错过 自己爱的人 因为面对自己爱的男人 你若是太任性 男人也会心生厌烦 所以女人在需要你的时候 一定会主动地约你出来 这足以表明 你在她心中的地位 是很重要的 有一句话说 在一起时间久了 分开的每一天 都要想你好几遍 习惯你在我身边 你不在的每一天 我都不习惯 依然 这是思念的表现 既然思念 见面便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因此 不要拒绝一个爱你的女人 向你发出的邀约 毕竟男人该有的主动 都被女人做了 这足以证明这个女人的 真情实义 在爱情中 所有的甜言蜜语 都抵不过一次行动 所以 若是遇见真爱 不要急着拒绝 这也许 就是你的幸福 往后希望你 专注于当下 珍惜 眼前人 中年女人的 示爱 没有那么热烈 但却是有着 深切的温情 她们也许没有 制造太多的浪漫 但是她们却在细节中 对男人 爱得深刻 若是在现实生活中 你遇到一个女人 对你发出 这四个暗号 一定要对此 做出回应 毕竟 不是谁都可以 这么主动 女人本身就缺少安全感 不要让她们在爱情中 患得患失 也请珍惜她们 勇敢迈出的 每一步 余生 希望你能找到 自己的幸福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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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